聖龍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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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龍豬王大概是SCP基因會故事中 最神秘的存在之一 在早期的基因會故事中就已經存在 卻都是以側面描寫居多 但即使是側面描寫 也讓人感受到他的強大與恐怖 在SCP-231文檔中 提到了一個被稱為聖龍豬王之子的 異常宗教團體 警方在他們擁有的倉庫中 救出了七位孕婦 SCP-231-1到SCP-231-7 當這些孕婦生產時 會產下一種不明的SCP 並且造成嚴重的破壞 SCP-231-1到SCP-231-6 都因為各種原因死亡 只剩下最後一位SCP-231-7 基因會推測 SCP-231-7的生產會導致世界摸魚 更詳細的內容可以看上支影片 這裡就不再贅述 SCP-231的文檔連接著兩篇文檔 一篇是被稱為 王之毛的異常物體的GOC檔案 另一篇是一個名為 陳雨寫的外圍文檔 這篇文檔是一個神話故事 首先先來講講王之毛 在GOC檔案中 一致威脅個體被稱為KTE 而王之毛被編號為KTE-2013 王之毛是一組用鐵造出的七枚短毛 當彼此靠近時 它會生成一個超微度傳送門 大小和穩定度與周圍毛的數量成正比 六枚短毛能生成一個足以讓人類通過的傳送門 並且會存在數個小時 而被稱為王之惡魔的異常實體 可能會從傳送門中出現 這些實體會有不同的外表以及能力 但都具有敵意 每一個短毛都擁有以下能力 在他們的表面和他們附近的環境中 產生少量的人和豬的血液 任何接近的人都會產生惡夢、焦慮症 長期附路會導致恐懼症和幻覺 刺破活體皮膚時會造成大量出血 通常在幾天內導致死亡 每個短毛似乎都有一個強大的王之惡魔實體的意識 物理性接觸會導致個體被這個實體的意識佔據 王之惡能抵抗任何物理和其處的破壞 他們各自又有些微的不同 KTE-2013α 刺破一個人的皮膚時 受害者會產生一種類催眠狀態 它造成的創傷仍然會導致一種讓人虛弱 通常致命的觸血性疾病 這個有佔據能力的實體將自己認定為榮耀者 表現出自戀和妄想的表現性行為 KTE-2013α因由將所有接觸到的水變成協議的能力 昆蟲和孽齒類動物 會以難以置信的數量被雌物吸引 一旦聚集在雌物周圍 動物會開始將毛向其他毛的方向搬動 這個有佔據能力的實體將自己認定為毒害者 似乎患有一種類似青春型思覺失調症的精神疾病 被吸引的生物會劇烈地促容著該個體 KTE-2013查理當持有時 會產生與創傷時類似的觸血性疾病 除此之外 持有久會無法控制的發聲 雖然大部分聲音是無意義的或者雜亂的私語 大約2%的聲音是危險的清覺性認知危害 而且這個毛導致的觸血性疾病和意識損害是可傳染的 前者以微生物的形式傳染 後者以魔影的形式傳染 但傳播速度很慢 因為這些特性就可佔據能力的實體的名字和本質目前未知 KTE-2013Delta 當刺痠皮膚時會導致一種快速出血性疾病 並會在數分鐘內殺死傷者 而不是數天 就佔據能力的實體患有暴力性精神病 且十分與無倫次 KTE-2013Echo 會受於持有者低等級現實扭曲者的能力 其中最常見的是控火、漂浮和置換能力 此外,這名短毛似乎是通過從持有者處吸收能量來釋放出這些能力 會引起肌肉萎縮 最終導致致命性多重器官衰竭 沒有任何持有者存活超過一週 這個有佔據能力的實體自稱為殘破者 並且擁有不穩定的誇大妄想 KTE-2013Voctra 會讓持有者開啟一種可以瞬間移動的超微度細節 傳送門外表是一堵火牆和攪動者的黑影物質 任何除了持有者外的個體使用該傳送門時 都會被他瞬間殺死 因為持有者在拿起項目後沒有開過口 所以這個有佔據能力的實體的名字和本局目前未知 但是他們會立即開始通過創造出來的傳送門 來收集其他矛 KTE-2013Golf的性質目前未知 而在成語血的故事中 講述了一個弱小的古神Korak 他吞噬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而變得強大 藉由獲得的力量 他征服了其他古老而強大的諸神 當沒有更多神靈可供征服 Korak宣布自己為黑暗之下的君王 並取名為Kanishov 為他的王國劃分地界 Korak所征服的眾神之中 Sanna被認為是最明智且美麗的 他並非心甘情願地待在王國的領土中 但他試圖逃跑卻被阻止 他以言語服從了這位國王 他的靈魂卻從未屈服 國王強行帶走了Sanna 與他行營了七天七夜 直到他在國王生下殘破 那之後他從他的協議中站起 從那時起他被稱為Shamash Erdo 升紅之王 從Sanna破碎的死宫中 生出了升紅之王的七名女兒 國王見了他們 強迫他們成為自己的新娘 國王在他的征服之旅中也曾造到反抗 許多神靈和凡人中的英雄 在他們世界被侵入時反擊 高舉無數的旗幟 但是他們隨時的流逝逐漸衰弱 他們的事蹟成為歷史 化作成語邪 國王和他的軍隊接近世界的中心 傾斜他全部的憤怒、仇恨和怨憤 他伸出手去 為所指之處帶來腐敗、吞噬與毀滅 國王的仆人已然降臨 時刻準備迎接他的到來 當當時所有的造物將隨之死去 成語邪的故事大致就是這樣 而另一個長跟聖龍珠王一起被提起的SCP 是SCP-2317 SCP-2317是一扇木門與門框 身手穿過這樣的門的人 會不會傳送到另一個平均限時 在那裡有一片半徑數公里的岩田 在SCP-2317前方10公尺處有7個石柱 微成直徑10公尺的圓 這些石柱向地下延伸200公尺 就是諸借吞噬者的太古實體 估計完全直立時身高超過200公里 分有三隻的腳從其頭部長出 且面部沒有下汗 其全身有無數重疊的片狀鳞片覆蓋 7個重鉤嵌入他的背部 每個鉤子都有一條鐵鎖 與空間頂部的7個柱子的下端相連 SCP-2317文檔特別的地方 是他將不同權限所能看到的內容分開描述 隨著權限的增加 你對這強大的可怕存在有了更清楚的認知 而避免最後一條鎖鏈斷裂的儀式內容也越複雜 直到最後一個版本的文檔中 以歐五全線觀看時才揭露真相 凡夫的儀式只是這樣演法 唯一的功用只是安定人心 不管做什麼都無法阻止第7條鎖鏈 隨時可能發生的斷裂與隨之而來的世界末日 而在倒數第二版本的文檔 也就是揭露真相前的最後一篇文檔 儀式裡需要念到 七印 七戒 七王座 現給生紅之王 因為這句話許多人也認為諸戒吞噬者 就是生紅之王 但實際上在最後一篇文檔中 並沒有提到生紅之王 甚至提到會在實際上無用的儀式中 加入其他儀式號算的組織的要素 在避免措施中來增加可信度 而根據作者的說法 ISCP-2317是生紅之王只是一種解釋 ISCP-2317可能是生紅之王 也有可能跟生紅之王的連結 只是基金會掩蓋真相的煙霧蛋 接下來就要講到今天的主角 ISCP-001 TOPTO的提案 生紅之王 ISCP-001 是一般稱為生紅之王的實體 ISCP-001 目前同時存在於多個平行維度內 無法進入主維度空間 原先基金會認為 它已反覆嘗試進入主維度達數千年 但後來卻發現 實際時間是少於300年時間 這點後面會有解釋 ISCP-001的物理、心理和概念性質 不為基金會所知 但是它持續在主維度內的若干人物和事件上 表現出強烈影響力 ISCP-001被全宇宙範圍內大量人類或非人類文明之藝術 或口傳歷史的廣泛提及 這些字仔中 一般將其描述為一個體型龐大的紅色生物 穿戴金色冠冕或其他象徵黃泉的頭飾 對ISCP-001的名稱各異 但絕大部分包含兩個要素 有一個表示黃泉的詞語 結合另一個表示紅色的詞語 目前不知道ISCP-001是何時被發現 因為關於基金會起源的大量文檔 在1889年的跑豪政變中丟失 無法對這些事件展開完整重構 多年來有多個專注於 將ISCP-01帶入主維度的組織出現 最近期的是生活王之子 在2018年1月的GOC-SCP聯合行動中被消滅 前領袖DPH-SPIVAC被基金會拘留 編為POI-3172 SCP-001、SCP-231及SCP-2317專案領導人 1110蒙托克程序設計者羅伯特·蒙托克博士 進行了對SCP-001的調查 從調查中他們獲得了一些資料 並以此為依據將SCP-001從Keter降機為SAFE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這些檔案資料的內容 檔案1 在蒙托克博士與DPH-SPIVAC訪談中 提到要理解生活王之王有三件事要注意 三條法則被放在一起 就能做到完整的圖景 一條是邪之法 一條是寧之法 一條是豪之法 檔案2 內容是生活王之詞叛導者Jack Hurst的日誌 他是一位現實扭曲者 能進入過去人類的體內 體驗其思維和情感 他體驗到了生活王之王與他的信徒 和SCP-3838之間的戰爭 SCP-3838是一系列共八個 圖庫曼遊牧部落 這些部落具有進行時間旅行的能力 每個SCP-3838均佔用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同一片土地 他們將時間段視為領土彼此爭鬥 他在雙方士兵士島中所見的東西完全不同 信徒的眼中 聖紅之王是一個有形屍體 統帥其忠實奴仆 置之以鐵拳 為滿足淫慾而搶奪他的女兒 在SCP-3838部落士兵的視角中 卻是差別極大的景象 聖紅之王的奴仆們忍激哀厄 祈求奏俗 此外 該視島中的聖紅之王並非一個有形屍體 在遊牧民們看來他只一陣呼嘯的風 在兩個場景不斷切換中 他感到兩個想法互相拉扯 在見到這些後 他離開了聖紅王之子 對他而言 寫之法代表著聖紅之王統治下的生活 他也明白這正是聖紅王之子想帶回的東西 聖紅之王所在的現實與我們的現實發生碰撞 導致了他穿越回過去時所看到的那些場景 這裡提到了許多不同團體 將聖紅之王移入現實中的嘗試 其中甚至包括蛇之手與GOC 檔案4 內容是蒙托克博士與Speedvac的訪談 他們談論到了110蒙托克程序 這裡我們發現蒙托克博士失去過某人 也就是他的弟弟 在《Some are born to endless night》這個故事中 蒙托克博士的弟弟雅克 掉進了一個影子裡失蹤 發生了一些瘋狂的事 而蒙托克博士認為是聖紅王之子帶走的弟弟 這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也讓他憎恨聖紅之王 Speedvac在這裡 直接說明了寫之法 寫之法 代表的是聖紅之王統治的方式 他以奴役、壓迫、虐待來維持的秩序 但Speedvac卻不願透露了靈之法 蒙托克博士在憤怒中結束了訪談 檔案五 內容師特工DeVolva 對前面提到的1898年 PoO政變中 基金會丟失檔案的報告 裡面提到 雖然基金會的歷史深深是在1824年 為了應對SCP-001的威脅而建立 但實際上1826年以前 基金會對SCP-001沒有任何的記載 似乎SCP-173在紐約市的一次公然襲擊事件 才是基金會創立的原因 檔案六 具有蒙托克博士整理的一張表格 目的是找出歐五議會的決策 與聖紅之王的相關事故之間的關聯 我們發現上一篇文檔中的特工DeVolva 是被歐五議會下令處決 此外我們注意到隨著時間的推移 基金會不斷試圖加強對SCP-001的控制 但同時更為異常事件卻也更加嚴重 從一開始的幻聽 最後變成了跨維度裂縫 裂縫通往地點 在SCP-2317來自的宇宙 以及某一位置維度間切換 該位置維度內有大量紅顏存在 從中傳出數量位置的人類間叫聲 檔案七是由聖紅王之子的成員 Ariani Karait 撰寫了一篇文章《舊智序宣言》 文章中提到了現代性的罪惡 聖紅王之子宣稱雖然過去 也就是前現代 聖紅之王的統治家 雖然是野蠻且充滿苦難 如前面寫之法所說 充滿了奴役、壓迫、虐待 但也是真實的 他批判人們專注於現代化和現代西方的思維 而無法想像世界不朝那個方向前進 人們辛苦的工作只是為了維護這樣的體制 使生活成了一個死循環 人們所做的工作和所處的世界都毫無意義可言 這篇文章同時提到了對寧之法的拋棄能夠讓寫之法欣喜 這案是者寧之法實際上是寫之法的反向 如果說寫之法代表聖紅之王的統治 寧之法就是現代性和當今社會的象徵 最後他寫道為了聖紅之王必須殺死現代性、後現代性 還有所有的分析和可笑的觀察 只有一條法則那就是混沌的法則 而基金會的目的就包括分析和觀察異常 這使得基金會站在了聖紅之王的對立面 檔案八 內容是蒙托克博士與SPIVAC的訪談 SPIVAC提到對聖紅之王起源的各種理論都是正確的 因為人們對聖紅之王真身的想法會轉而影響他的本質 如果有足夠多的人同時相信聖紅之王是某個東西 那麼聖紅之王的過去就會變成那個東西 而原本並非聖紅之王的SCP-2317 也因為基金會刻意的誤導而成為了聖紅之王 同時也再次提到了110蒙托克程序 在這裡我們了解到110蒙托克程序 並不是在科學的研究下的產物 而是蒙托克博士憤怒下衝動想出的作法 檔案九 內容是一篇孟加拉文章 名稱大致上可翻譯為紅色統治者 也就是聖紅之王在另一個社會中的名稱 文章描述了即是寄以來英國對印度的統治 以及聖紅之王如何因此而起 在英國人的影響中印度逐漸細化 開始接納歐洲人所教育的文明 隨著英國不斷當自身的文化和語言強加於印度人 後者逐漸感受到了壓迫 裡面寫道 新與舊之間 現代與前現代之間 無窮振扎的張力 在這些斷層中 在狂怒與憤怒的哭喊中 在我們對舊的憎恨與對新的憎恨中 只遵從豪之法的混種誕生了 原本只是不成情的影詞 升紅之物 在這樣的衝突下誕生出了升紅之王 如果說邪之法代表前現代 寧之法代表現代 豪之法就是兩者之間的矛盾衝突 前現代和現代永遠無法共存 必定會產生衝突 而升紅之王便由此而生 答案10 Speedback警告蒙托克博士 豪之法可能會毀掉他 而答案10就是蒙托克博士自己寫下的文字 文字分為兩部分 沒有被畫去的部分由SCP文檔內 常見的分析性語氣所寫成 然而被畫去的文字 卻像是升紅王之子成員的語氣 充滿對升紅之王的敬畏和恐懼 說明他在兩種思維中掙扎著 但仍選擇了基金會 原文有兩個檔案10 第二個檔案10是 蒙托克博士與Speedback最後一次談話 Speedback的收容間牆壁上出現一道巨大的裂縫 裂縫似乎通往另一個緯度 大量紅煙從中冒出 其中傳來數量位置的人類尖叫聲 基金會人員發現無法進入他的收容間 Speedback告知他只允許蒙托克博士進入 不會與其他人交流 在爭論後 蒙托克博士被允許進入收容間採訪Speedback Speedback揭露出了最後的真相 是基金會導致了深紅之王的到來 基金會以理性科學的方式 嘗試分析收容所有的異常 對於整個世界而言象徵著現代性 而在這種現代性與前現代的衝突下 產生了深紅之王 它是現代性與前現代性張力的具現化 並且最終會在到來時 將兩久都摧毀 這也是為什麼前面提到的 深紅之王 反覆嘗試進入主維度少於300年時間 因為這是基金會建立的時間 他也解釋了為什麼 110蒙托克程序會有用 因為它不是科學化的產物 而是因為失去地底而憎恨深紅之王的蒙托克博士 在憤怒、憎恨下的產物 對SDP231-7的俗路所為 只是單純的殘暴而已 但卻是有效的殘暴 程序之所以有效 正是因為它不科學 答案11 蒙托克博士向歐五提出了某項建議 雖然我們不知道蒙托克博士具體做了何種建議 但可以推測這個建議會在根本層面上 改變基金會的運作方式 但這個建議最後被否決 基金會以對嚴謹科學 與不可質疑真實的分析為基礎 而無法做出改變 但歐五一會也了解到 試圖以科學化的方式收容深紅之王 卻會讓他的到來更加無法阻擋 於是改對SCP-01的收容 採取放任態度 並將分歧改為SAFE 然而這無法阻止收容之王的降臨 只要基金會繼續存在 他便不可阻擋 最後一篇文章中 蒙托克博士加入了收容王之子 他對基金會政策改變宣告失敗 也意識到基金會無法如他那樣理解好之法 因此有無改變的可能 或許加入收容王之子並不是正確的 但對他而言只好過空洞而漫無目的地活著 所以加入收容王之子是他一生中謹慎的道路 以上就是聖宏之王的介紹 簡單的說 SCP-01聖宏之王是由科學化、理性的現代 與野蠻、痛苦但真實的前現代之間的衝突 產生的一種概念實體 是現代性與前現代性張力的具現 並且會隨著人們對他的想法而改變 原本並非聖宏之王的SCP-2317 因為基金會的刻意誤導也成為了聖宏之王 而基金會試圖收容、研究、分析一切 導致了聖宏之王開始進入圍堵中 反之 蒙托克博士在憤怒、憎恨下想出的110蒙托克程序 反而能阻止聖宏之王 但在知道這些後 基金會仍然無法做出改變 因此聖宏之王最後終將到來毀滅一切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會滿意這篇文檔對聖宏之王的詮釋 畢竟整個概念實在是非常抽象 但在CP-01的設定就是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這也不一定就是聖宏之王的真相 只能說要把一個在基金會以強大、神秘、象徵末日為名的實體 寫的正式文檔非常困難 單純只是描寫他的強大一定是非常無趣的 而且無法得到足夠的評分 這篇文檔整合過去與聖宏之王相關的內容 並提供了一個新奇的解釋 我覺得還是滿有趣的 但不得不說這支影片還是作為我很頭痛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用不喜歡吧 希望做成一個CPU的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